大家好,我是卉卉 我万万没有想到 把花生米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竟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 真的是太香了 上桌之后全家都欢迎去大厨 下面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在大碗里放入300克的花生米 我们先把花生米里面的坏的给它挑出来 坏的的花生米吃起来会发苦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给它挑干净 然后再倒入不要钱的清水 把花生米清洗一遍 洗掉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来 装入一个漂亮的小碗里面 然后在里面打上两个奔鸡蛋 放入50克的白糖 30克白芝麻 20克的食用油 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粒花生米都均匀的裹上鸡蛋液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的玉米淀粉 用筷子充分的给它翻拌均匀 让每一粒花生米的表面都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之后 再加入一勺的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这里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添加 这样花生米表面裹的玉米淀粉会不要均匀 这个小碗有点太小了 我又换了一个大一点的 一直把花生米搅拌成这种干燥的状态才可以哦 然后再准备一个漏勺 把花生米里面多余的淀粉给它过滤出来 过滤出来的花生米直接放到空气炸锅的托盘里面 然后175度先烤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给它搅拌一次 再喷一点食用油继续烤5分钟 时间到之后再重复刚刚的动作 一共需要烤25分钟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帅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请您的动力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时间到之后给它取出来 再晾一会儿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酥脆好吃 这样我们的花生米就炸好了 非常的焦香酥脆 光看着就非常的诱人有食欲 吃起来的味道是香甜酥脆的 老公说就是有点太费酒了 用空气炸锅这样做呢 不用油炸吃起来更加的健康 喜欢吃花生米的朋友 再也不要出去买了 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吃着也更加的放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哟 拜拜